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家好,我是Tim,世界大多人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每周博客《走过圣经》 这是一个查稿圣经,而且是经营查过圣经本身的博客 我们将在每一周的周一周二周上三次播出,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的学习 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这本书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html.org 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找到以前的博客 他们在《走过圣经创世纪》的目录之下 如果您有那么多问题,您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发表评论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answerin.org.gmail.com 我们将尽可能快去做出回应 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的第31章 从33到42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 拉帮进了雅各,丽雅,并两个死女的帐篷都没有收出来 这种丽雅的帐篷出来,进了拉杰的帐篷 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陀楼里 便坐在上头,拉帮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 拉杰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变 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 这样拉帮搜寻神像,既没有收出来 雅各就发露次责拉帮说,我有什么过放,有什么罪责 已经这样火速地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 你射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 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 我在你家二十年,你的母绵绵,母三羊没有掉过胎 你群中的公养我也没有吃过 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陪葬 无论是白热是黑夜,被偷去的 你要像我所要,我白热受尽肝热,黑夜受尽寒酸 不得黑眼睡着,我尝试这样 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 又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 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公家 若不是我父亲以萨所敬畏的神 这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 你如今毕竟打发我,空手而去 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 就在卓业责备你 那么在昨天的学期当中 我们知道雅各和他的家人一起逃玩家囊 并没有事先告诉那班 那么那班发现后他就追赶了 经过七天的旅程后 终于赶上了他 那么当他到达的时候 那班就抱怨说 雅各没有事先通知他 就离开了 更糟糕的是他偷走了他的神像 雅各对这种盗窃神像疑似 并不知道 所以他就允许那班搜寻他们所有的东西 并宣称无论谁原有他们都会死 那么在上一集的学期当中 我们知道是拉姐偷了他们 那么那班搜寻了所有的帐篷并没有找到 最后呢 是因为拉姐把它藏在骆驼的团楼里 然后坐在骆驼上面 那么那班在搜寻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会搜寻骆驼的团楼 但是拉姐告诉他自己身上不方便 不能起来 所以就没有让拉帆找到 因为拉帆接受了他的借口 那么既然没有收到 那这个事情就激怒了雅各 因此他就谴责拉帆 现在我们看到 只是因为雅各认为自己被冤枉了 他就愤怒了并且谴责了拉帆 但事实上我们并不应该这样做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 不能以邪恶来报复邪恶 但是当圣经告诉我们这么一个故事时 他就不想去遗漏那些可能不像 用良好神圣品格那样 讨论喜欢的部分 雅各向拉帆抱怨说 在为他服务的二十年里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而导致拉帆对他如此照顾的待遇 他说他为他的女儿工作了十四年 为他的羊群也工作了六年 拉帆对他做了什么呢 他的工资被改变了有十次之多 雅各最后说 如果不是上帝 拉帆就会让他空手而归 这就是为什么 上帝在前一天晚上要斥责 拉帆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学期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将学习接下来的故事的步伐 希望大家能继续加入我们的学习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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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